清比醫生強姦 Lamo 說不知為何拖手 這宗兼職模特兒報清比醫生農友強姦 之後離奇墮樓的案件 死欣婷昨天繼續言訊 幫Candy錄口供的女警說 前年10月17日 Candy認為自己14日錄的口供 好像說到她認識有醫生似的 要求回家慢慢看 當時Candy都沒什麼 但第二天 Candy好嘴喪地要求燒案 說不想單夜洋佐 影響對她好好的男友 又說男友家人有名望 Candy承認報清被奸的日 收了醫生一千元 不過不知是什麼錢 或可能是魔道費 亦不知為何當晚沒有逃走 事後為何與醫生拖手 有份處理單案的督察說 由於Candy死了 不可以出庭作供 酒店職員當晚沒有聽到叫喊聲 Candy又曾經幫醫生口交 而先將單案定性為證據不足 Candy家屬在庭上質問警方 有沒有跟Candy說過 收了一千元 要告她轉頭 又質疑警方 為何明知Candy情緒低落 又追問尖銳問題 警方就說Candy堅持落口供 追問是為了澄清事件 而一千元不是決定單案 證據不足主因 Candy乾燥